程式给各位看 其实程式说真的也并不多 一个回圈大概顶多的话就是四行加一个回圈六行 七行八行而已 那要怎么写 其实我们按部就班来好了 OK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说按一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这个一班二班三班 分别放在这个三个工作表里面的方法 总共八行程式完成 OK大概知道一下 八行程式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绝对不止八行 那可不可以用录制也可以 但是我不推荐就是了 OK因为说真的 这写法没有那么复杂 你用录制聚集反而把问题更复杂 程式变得更多 OK那怎么做 这边有个删除所以把它删转 至于程式嘛 网络上就是云段上都有 你贴上去就可以产生对应的那个按钮 那怎么做 一先切到visual basic OK 二的话呢 那我把这个地方先删除掉 OK我们重来过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先打一个sub 然后我的名称叫什么 叫做分割工作表底线 用筛选功能 所以enter过之后 它就帮我产生这个一个 后面会自己打 刮骨的一种 意思说它帮我产生了一个sub sub的副程式 那接下来做什么 因为我第一步 其实我们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就是说 我可以先从新增工作表 这个程式开始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新增 批示新增工作表 这一段程式嘛 里面的这几行 把它复制到底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 先把它复制过来好了 我第一个是需要什么 需要先产生 我要的这些工作表 所以把它执行 一班二班三班都有了 但是问题里面是空的 OK 所以第一步完成 我们先产生空白的工作表 那第二步才是做什么 才是先产生工作表之后 比如一班先产生之后 那我就筛选 然后怎么样呢 把筛选的结果 复制到一班里面去就好了 然后再产生二班 再筛选 再把这个里面的结果 复制到二班里面去 以此类推到三班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同样的东西 方法都一样 反正你就套用类似的公式 比如说我要针对班级 那如果将来你要针对什么 针对哪一个人 业务或者商品 或者公司 有没有 不是也是一样 那要怎么做 步骤一 反正 所以我也许 如果你以后程式想要写的更简单的话 好写 不容易犯错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把那个SOP把它写出来 step 1 就是把什么呢 就是批示新增工作表 改成 有没有 直接拿过来 改成叫做分割工作表筛选1 就是先产生空白的工作表 ok 第一个step 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名称来源 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这个你要你等于是说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本来没有对不对 我们是从这一栏有没有 先复制这一栏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做什么 做那个移除重复 所以这个动作 之前有做过来 我是等于是说再提提醒各位一下 这个你一定要有个不重复的清单 如果你没有这个不重复的清单 你就没有办法做底下的那个 这个空白工作表 ok 这个第一步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从这常常都忘记这些步骤 然后就跑 奇怪卡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清单 ok 那我们 所以将来你也可以把这个程式看怎么样 可以把它抠过来 反正想一个方法 录制剧集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把那一段录制好 然后产生L栏这三个资料 那我们有这个清单之后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回圈跑一下 所以之前这个我想之前讲 for i 等于 2 到 4 指的是第二列到他的第 4 当然未来这个地方可能向下追踪会比较 ok 不然的话如果不一定是三班可能到四班的话 那所以这个是哦 我是建议你这边可以用最终的嘛 最终的话就用 range 然后刮呼 从哪个地方追踪呢 从那个我们的这一个栏 L1好了 从L1去追踪 所以L1 把它向下追踪的话呢 点end end end就是向下追踪 刮呼 它会跳出上下左右 那么向下帮我追踪 追踪到什么呢 后刮呼一下 我把它拉过来一下 向下追踪到的那个列 点ro 那意思就是说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向下追踪 Ctrl向下追踪 这个回来刚好在第 4 列 它会把这个4 帮我带过来这边 所以这边的数字 那就会是第 4 了 ok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 向下追踪到的这个 它所在的这个列 帮我把这个4的数字丢到这边来 ok 所以以后如果当然你的数字增加 就会向下追踪 它会变动 ok 这种写法就非固定 不过以后这个可以自己再修改 好 再来的话就是 帮我新增到最后面 这个缺点抗 然后重新命名为什么 L藍的 那因为从2开始 所以L2 就把一般放过来 所以第一 跑第一个回圈的话 它会把一般的资料 先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然后就add一个 就是把它新增一个 然后呢 它就是新增到最后面 并且重新命名成一般 然后第一个就变一般 然后再下一个 然后变二般 三般 四般 没有四般 三般 然后呢 最后呢 再帮我把游标 放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切过来 这样就ok 不过目前 里面都是空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切下来 我先把它再删除 删除前面讲过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把它 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要怎么写 我刚刚讲过 我们既然已经新增了 然后呢 也重新命名 所以我这边 四个中段给好了 ok 把它跑一下 add 工作表14 然后呢 再按一个f8 就下一行 重新命名 一般就ok了 这边一般了 但问题 这个底下 我应该在写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吧 就是要做筛选 那筛选怎么写 跟各位讲一下 关键来 筛选 我先切到这边来 这个是序扯一 不过我们暂时先不要管 到底哪个工作表 我们管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那因为筛选 这个功能 它是在那个所谓的range 这个物件底下的一个方法 那写法 第一个你要跟他讲哪个范围 那我们就是range 切过来我们叫range 哪个范围呢 ok 就是a1 ok 然后冒号 到1的什么呢 1的12 ok 这个范围 然后呢 你就点一下 有没有 我之前讲过 这个range物件 它里面所有的属性跟方法 处性就是资料嘛 放什么资料 方法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话就是做什么 我要做筛选 那其实筛选 在那个VBA里面的方法名称 它叫做outo 其实它应该可以猜出来 outo 筛选嘛 filter filter就是一个什么 过滤器 过滤嘛 其实当然中文意思 就是把它称为 翻成那个叫筛选 其实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啦 只是我觉得 因为你总不能 不可能说你将来在这边 翻译如果 这个翻译叫过滤器的话 有点怪怪的 ok 反正知道就好了 所以它就翻成筛选 如果你用英文版的话 这个应该叫 它会 我印象中应该是filter ok 所以其实 我知道说有个autofilter 所以点下去 你就打一个a 然后往下 au大概就出了 u autofilter ok 好 这个方法里面特别水 你只要选取它之后 其实按空白 后面会告诉你说 要带什么参数 所以里面总共可以带的参数有 这个 这个叫field field是哪一栏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range 这个范围里面的地级栏 意思说你的条件 是要根据哪一栏给它 所以基本上我要根据的是班级 所以班级在这个范围地级栏 第一栏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criteria 后面是e 意思说你要给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面的话是一个operator 就是你要是联集还是交集 ok 然后criteria2 就是第二个条件 其实一般我们大概给这个条件 跟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给 这边就要以后交过一个技巧 这个叫参数的名称 所以我要指定它的话 我就直接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field 直接照着打 field 所以你字不要拼错 大小写先不用管它 记得 不要打错就可以了 ok field 有没有打错 ok 然后呢 冒号等于 1 意思说我要根据什么 根据第一栏 然后呢 逗点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你再把什么 criteria1 有没有 这个打一下 这个可能 它这个字 criteria 字不要拼错 ok 那冒号等于就是说 我要指定给它什么样的参数值 前面是参数名称 后面呢 是参数丢给它 我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的条件是 当然呢 我们直接第一个 那你不能直接打一班 有没有 这边那我要找的 第一个是一班 那你当然你就 我要找一班 不是 我要找的是什么 其实我要找的资料来源 就是从 从这边清单的第一个 那其实这个清单 刚好跟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名称 有没有 工作表名称一样 所以我干脆 直接拿这个 这个名称 复制到这里 拖拉加Ctrl鍵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已经打完了 所以我其实只要给两个参数 一个是条件 这个criteria 怎么样 移开一下 那你会发现 如果说呢 假如 这个地方理论上应该要变大写 可是如果它前面这个字 如果没有变大写的话 那请注意 表示你这个参数名称是有打错 或拼错字 ok 那 其实 一般我习惯是打字的时候 是打小写 如果说移开的话 没有变大写 表示说这有拼错 哪边拼错 如果你不确定 我教会一个技巧 就是你把游标放在 这个Autofilter上 按F1 它一样会跳什么 跳一个Call Help 其实这边也会跳出来 Field 我是不是打错 Field Field 有时候 Field 是不是打错 Field Field 我打成小写看 移开 有没有变大写 OK 看起来没打错 另外的话 criteria 有没有打错 其实少一个1 1 有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1跟L很像 这后面应该是1 如果你不确定一样 按F1 它这边也会跳出来 其实或许你也可以 把这个复制贴过去也可以 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个参数名称 然后传给它什么东西 好 理论上这样 反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 如果你怕还是打错 你用复制过去 移开一下 不是条件不要有什么 看一下 那我就打错 我看 多一个L OK 这个 好 移开看一下 这个变大写了 Field 怎么还是 也就是说跟他讲说 我要指定的是第一栏 帮我做筛选依据 第二个我criteria1指的是第一个条件 那我就根据什么 根据我这边一班二班三班而来 所以第一步我就先什么 先筛选 好我们看一下 那我把这一行 把他向上 因为我刚刚是设中断点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再把这个程式倒车一下 那怎么确定他这一行有没有打错 你可以按F8 让他再跑一下看看OK 看一下 他有没有筛选 如果这个有筛选效果出来 表示没打错 有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一行 刚刚这一行的效果 他就是会做出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这个field1指的是这个1 那criteria1指的就是一般 一般指的就是从刚刚那边这边的清单的第一个而来 然后把它找到 所以你会发现效果都做出来了 好 那我们已经筛选出来了 那第二步怎么样 再把这一整个全部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一般里面去就OK了 可是我要怎么贴过去 接下来 特别注意后面 复制过 把这里面全部复制的话 也非常简单 你想说老师 可是他现在范围改变了 那怎么办 其实你不用管 反正他目前有出现的才会被covid down 如果说他没有出现隐藏的那些 他你即便复制 他也被复制过去 所以其实就直接把上面这一行 这个range 反正直接call过来就对了 反正就是这个范围就对了 他如果没有出现的 我复制他 他也不会被复制到 所以我再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叫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待会我们的那个 游标应该是在这边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A1 那我后面的话直接写一个 叫什么range 偷懒一下 把这个复制 copy到我现在游标所放的A1的这个位置 好 这样理论上OK了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游标是放这里 如果说我今天要指这个范围的话 指的应该是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所以要特别注意 你还必须在什么 这个的前面加什么 对加序值1 所以这边你可以拿这个来把它复制到前面去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针对那个什么呢 序值1里面这个工作表去帮我filter一下 然后呢 这边也这样 copy的话也是针对这个工作表里面的东西 帮我call到目前所在的这个rangeA1 那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让你觉得A1前面不用加去 因为指自己就不用了 比如你现在在台北市嘛 你就不用说我现在在哪一 我说我在博爱路上面 我就讲博爱路就好 我不用还要多讲一个台北市 就是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工作表OK 那如果你是指不是跟你同一个工作表 那你前面就要加这个东西 我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地方只要加两行就搞定了 怎么知道OK 其实接下来就把这一行再搬上来 然后再copy看看OK 好来执行它 call过来 一搬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那Next 接下来呢就增加二搬 Add一个新的吧 工作表15 然后呢把它重新命名为二搬 OK 然后呢 再帮我到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范围 帮我筛选 所以criteria就是二搬了 所以这个条件就变二搬 那就帮我二搬筛选 因为我没有切过去 所以你动的时候你不要乱切 因为如果乱切 它就变成程式将来会错误OK 然后帮我call过来就好了 二搬过来 二搬过来 按Islay 3搬 3搬就过来 好那游标再帮我切回去 好这样就完成了 不过最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你会发现现在状态呢 它还在筛选状态 那一般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筛选状态取消的话 通常会怎么样 再去按一下这个筛选 让它回 不然它现在还在筛选 感觉怪怪的 如果你要最后呢 最完美的状态 最后呢 再把这个筛选状态去掉 那怎么去掉 其实非常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 在切回去的下一行 你就打一个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 就这一行 不要后面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针对 针对什么 这个范围 Filter 意思就是按一下就OK 不要带任何参数 意思就是取消筛选的意思 执行一下 OK 好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个状态 它就怎么样 又恢复了 只是多一个Auto field 这个叫取消筛选状态 那我们就大功告成 总共八行程式 OK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 而且这边程式不多 但是每一行都是重点 OK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你要先确认 你的L栏 有没有不重复的清单 二 这一个Sub 是从批次新增工作表而来的 所以这边的都一样 顶多是增加这两行跟这一行而已 这两行其实主要是 根据我现在这个 计则一的工作表里面 做一个叫Auto filter 这边注意 然后它要带两个参数就可以 哪一栏 所以Field OK 预设就是小写 然后Criteria 这个是E 如果你怕说你会打错字 你可以游标放在这里按F1 可以去参考一下它里面的说明 然后再把要的一般筛选出来 然后再利用Copy方法 把东西抠过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程式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那这个方法 应该是目前 你应该会看到是 这个 分割工作表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我想你应该 可以找不到更简单的吧 坊间的书籍里面有 可是我发现坊间的书籍 那个程式至少是这个的好几倍数量 大部分都是教你用什么 教你用录制句集去做 不过我是觉得录制句集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方法 所录制下来的程式码 太复杂了 OK 那我这边就是基本上 就是每一行每一行的动作 跟各位拆解说明一下 OK 试一下 也是把 等于是上上礼拜 因为上礼拜台工 再等于是回锅多复习的一个 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后再多加三行 筛选 复制 最后有个取消筛选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最后的完成程式码 云端上也有 OK 如果你担心你会打错 没关系 你可以再看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 第几页呢 第六页 OK 你们再找一下 刚刚东西其实第六页上面都有 那这个方法 我还蛮推荐各位可以把它熟练 因为 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你只要有一个很大量的资料表 你要根据某一栏去做拆解的话 直接用这个方法就OK了 马上可以套用得到你要的结果 甚至 程式贴过去改都可以 OK 所以以后如果 刚才有些同学 功力没那么强 没关系 至少你要把范本留下来 以后 除了第一个有范本 第二个会修改范本 你大概工作上就暂时够用 改久了之后 最好也慢慢学习 除了会改之外 也会自己写 那是最棒的 OK 试一下 好 français